射频识别技术属于物联网的什么环节? 射频识别技术是一种用于识别和跟踪物体的技术 涉及物联网中的感知和识别环节 射频识别技术的工作原理是通过RFID读写器 向RFID标签发送射频信号 标签接收并回应实现对物体的识别 这种无线的识别方式在许多场景中 比传统的条形码或二维码更具优势 特别是在需要快速、远距离、大规模物体识别的情境下 对于物联网,我们应该先理解 它是由感知、传输、处理和应用四个环节组成的 射频识别技术主要属于感知环节 它通过在物体上附着RFID标签 利用射频信号实现对物体的识别 这为物联网系统提供了实时感知和数据采集的能力 射频识别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通过在物体上使用RFID标签 可实现对物体的远程、实时、大规模识别 在零售业,RFID标签可用于跟踪库存 提高供应链效率 在制造业,可以用于生产线的自动化和追溯 在物流领域,RFID技术帮助实现了物流信息的可视化管理 因此,射频识别技术在感知环节的广泛应用 使其成为物联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注我,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